周一大陆著名的网络爆料人周小俊在微博发布消息说 48亿巨款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2011年的财务报表上 神秘出现又神秘消失 两小时后儿子会在官方网站声明 账目中小数点写错了 基金会绝无洗钱的行为 但是周小俊仍然表示质疑 有分析指出中国的所谓基金会就是高官经济运作的掩护体 洗钱的工具 10号下午周小俊在微博发布帖子说 通过合法渠道看到儿子会的2011年度财务报表 上面至少有48亿巨款下落不明 同时他还贴出了报表截图 其中现金流量表的两笔收支以红笔标注 报表显示收入项中 以项名为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高达47億6627万3045.02元 支出项里也有一笔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数额为48亿40617722.28元 远远高于收到的现金8000多万元 周小云质疑 这笔高达48亿的神秘现金 究竟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 他怀疑基金会可能存在洗钱行为 针对周小云的举报 儿子会官网当晚发布消息道歉说 由于基金会工作人员和领导审核的严重失误 导致报告中银行短期理财这一数据小数点错位 将4.75亿元写成了47.5亿元 周小云对儿子会的回应连发两条微博质问 如果点错小数点 末尾数字是怎么来的 能出示相关投资的理事会决议吗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 如果周小云揭露的属实 可以说中国慈善这一块参与了洗钱 他账面上的出入就是洗钱的过程 现在这个食材机构都是跟这些经济汉质 是一个经济汉质的一个集中名 是汤啊 洗钱啊 如果是不干这些事情 恐怕它也挺难运作的下去 所以中国的现在的所谓的这些经济或者食材 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全贵资本主义的 或者太子党的这种经济运装的一个掩护 末端的这个洗钱的一个工具 或者管理台场的一个道具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2010年1月12号在北京成立 属于中国公募基金会 周小云指出 儿慈会名誉上是民间公益基金会 其实和红十字会类似 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 儿慈会的创始人理事监事顾问 大多是理修或在职的部委高官 少部分是企事业高管 周小云质问 中华儿慈会究竟有没有郭美美呢 如果有的话有几个 网络作家金楚指出 从去年自称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 住大别墅 开沙马那地曝光后 民间已看清 官府经办的这些所谓慈善机构 就是打着慈善的招牌 为个人恋财 现在官方经营的职商费 职商基金 就是他们什么钱都敢贪 人家救命的钱他都敢贪污了 这个国家已经腐败到 已经无法形容的程度了 现在共产党把这个国家 治理了像一艘破船 现在看到这个趋势的人 纷纷地往外逃亡了 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信心了 今年十月底 中华儿子会被曝光九人江网旧金山 亚特兰大华盛顿考察 引发舆论质疑 今年七月中旬 儿子会下属天使妈妈基金 救助山东南海时 因没有核实病情就迅速募捐 也遭到非议 又因为账户不透明 可扣爱新款 受到舆论抨击 周小云之前曾揭露中石化天价酒 卢美美中非希望工程 重庆选美 江苏沪宁贪官入边 铁道部12036网站 议员合同等社会重大公共事件 因此被公益圈公开怒骂 他是公益公敌 二杀中国慈善 不过周小云认为 破坏慈善事业的是卢美美 以及他们背后的公益大佬 而不是他这样的截黑者